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要是有坚定的立场 能做到孝顺母亲 而不是余孝 能意识到妻子是因为自喜 因为感情 才进入这个陌生的家庭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做到体谅妻子 维护妻子 那么婚姻一般都能美满幸福 反之就一地鸡毛 甚至婚姻破裂 毕竟很多婆婆对待儿媳妇的态度 完全取决于儿子的态度 王岸和陈锋是在工作中认识的 两人恋爱的爱是陈锋追求王岸 各种徐寒问暖 温柔体贴 到底是让王岸点了头 两人恋爱中感情一直很不错 恋爱大半年后 陈锋带着王岸回了一趟家 这个时候王岸能感受到未来婆婆对自己的不满意 婆婆是觉得这个姑娘条件不够好 配不上自己优秀的儿子 婆婆百般阻挠 也一度让王岸产生了分手念头 但陈锋坚持要去 她和自己妈妈各种闹腾 各种坚持 最后没办法 王岸 婆婆勉强同意 让这个儿媳妇进了门 自然是没有彩礼 连谈婚论嫁都是板着一张脸 幸好王岸父母只求女儿能够幸福 也没有去较真儿这个彩礼 和未来亲家的态度 这场婚事算是完成了 本来王岸以为就算婆婆不喜欢自己 但已经结婚了 那应该也就接受了 但很可惜 结婚后不久 她就意识到想简单了 婆婆对自己是不冷不热 有时候甚至当自己是透明 在外面遇上 要是婆婆身边有人 她就会故意避走开 但没看见 一副不承认这个儿媳妇的姿态 王岸这个时候虽然委屈 但还是相信张心比心 相信只要自己一直付出 一直对婆婆好 婆婆会对自己改观 于是王岸尽可能承担了家里的家务 让婆婆多休息 虽然话来婆婆在左邻右舍面前一句 那是她上感的要做 我也没办法 我还嫌弃她没做好呢 王岸还隔三差五给婆婆买她喜欢吃的水果 一年下来衣服也买了不下十几套 可是真的没有得到一个笑脸 可以说 没有当面埋态她已经算是最好的反应了 更搞笑的是 结婚后算是一个小家庭了 所有人情往来的时候 王岸和陈峰是要单独出一份人情的 这一年中 王岸遇上婆家这边亲戚五次 需要人情往来的酒席 她每次都出了钱 但四次都是婆婆带着给了亲戚 一点都没有喊她一起去的意思 剩下这一次是对方亲自来接 王岸正好在家 婆婆实在没法编译理由了 只能是一起去了 但在喜宴上 本来应该坐在一起的两人隔开了老远 连王岸喊她 婆婆都当没听见 身边知道的亲戚这只点点 让王岸很尴尬 王岸后来知道 婆婆一直不愿意带着她和亲戚见面 或者说在一块吃饭 还是因为觉得王岸登不上台面 长相寒酸 给自己丢脸了 时间长了 王岸开始心寒 也开始意识到 不喜欢你的人 做再多其实也没用 婆婆这个心 她做再多 做再好都五不热 从始至终 婆婆对她的看法都不曾改变过 而媳妇配不上自己儿子 也不配进这个家门 王岸也曾和陈锋委婉提过 但陈锋工作忙 也可能是生米煮成了手干 她不愿意再去花心思考虑王岸感受 她面对妻子的抱怨 总是说不要斤斤计较 对长辈要隐忍 她婚前的承诺 随着婚礼的结束都消失了 也可能这一点感情都在非她不娶的时候涌光了 总之 婚后的陈锋完全没有去经营自己的婚姻 没有维护两人之间的感情 甚至在出现婆媳矛盾的时候 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站在母亲这一边 婚后 一年半 王岸怀孕了 因为肚子里的孩子 她压下了离婚的念头 她想着 为了孩子 也为了当初恋爱时的甜蜜 她愿意再给这段婚姻一次机会 但可惜陈锋没有珍惜 婆婆自然 也不以为然 甚至觉得儿媳妇高攀了 不管自己怎么对待儿媳妇 儿媳妇都不会有离开的念头 怀孕后 王岸身体不是很好 但婆婆不愿意照顾 不是说自己也身体不好 就是说不知道怎么照顾 哪里有亲生母亲照顾这么妥贴细致呀 话里话外就是希望王岸回娘家养胎 给婆家省钱省心 陈锋完全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也附和自己母亲说 我工作也忙 没时间精力照顾你 我妈妈也不会照顾人 要么你就回娘家好了 王岸看了一眼自己丈夫 沉默了一会儿 同意了 第二天 娘家爸妈过来带走王岸 从这以后 婆婆没有一个电话 也不曾去亲家家里看过 怀孕待产的儿媳妇 陈锋倒是去过好几次 但去了也是增加负担 因为她一点忙都不帮 婆婆不出力不出钱也就算了 陈锋也这样 王岸到底是死心了 更别提她生下女儿后 婆婆一见是个女儿 各种不高兴 一个劲儿说自己最近身体不好 没法照个月子 让王岸回娘家 王岸什么都没说 一声不响 出院后就跟着父母回了娘家 就这样一直到孩子一岁 婆婆忽然要求儿子 去接儿媳妇 母子回来 陈锋纳闷问自己 母亲说 你不是一直很骄傲 和左邻右舍说自己儿子有本事 娶媳妇不花钱 现在养孩子也不用花钱 为啥现在又要接回来了 母亲一通诉说 陈锋才知道 原来一年前她妈妈就知道了 身边亲戚也好 左邻右舍也好 谁家儿媳妇都没有王岸这么孝顺 听话 懂事 虽然她嘴巴上还是不肯承认 但心中已经认可这个儿媳妇的 当初苏月子不肯接回婆家 只是为了再压一压儿媳妇的脾气而已 但后来她没能把老婆孩子接回来 是因为王岸提了离婚 王岸说 太忙了 一直没有提离婚 现在你既然来了 那就去把离婚手续办了吧 知道儿媳妇要和儿子离婚 而且没有转还余地 婆婆表情僵硬 后悔万分 而王岸说了自己内心 所以委屈之后 陈锋也终于意识到 结婚后自己真的完全忽略 妻子的感受 致她于不顾 所以妻子才会在婚姻中 越来越心寒 要知道 男人要在婚姻中 抱着生理煮成熟饭的想法 忽视了自己的责任 面对婆媳矛盾 不是霍西尼 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护着婆婆 让妻子在这个家庭 完全没有说话余地 感受不到尊重 也没有快乐 这么一段毫无幸福感的婚姻 妻子又如何 能一直有信心维系呢 时间久了 心死了 离婚也不是不可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今天翠花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 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